老師來幫我們報告那個 關於當代河北南邊鄉村社會中的儀式專家 這個題目我們以前跟羅丹交友過很多次 然後也發現河北有這樣的一群道士跟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這本課之前就是他讀了蠻多 Steven Jones的一些關於華北的研究 還有他信出的那本書 就看到他做的那個部分 其實也是河北比較北邊 的那個陰陽 是陰陽的那個陰陽的道士 對的那個傳統 理事的那個傳統 還有他們的操本等等就是那個傳統 可是今天羅丹要報告的這個河北南邊鄉村 廣中這個部分的又不太一樣 他的傳統不太一樣 音樂啊等等 還有跟他合作的這種 一起配合這種表公師父的那個 心態是別的地方很不一樣的 就是很unique 非常unique的一種心態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羅丹 他在那邊已經做了3年嗎?還是4年? 大概3年多 3年多的調查 然後一直持續的還在做追蹤 所以他的資料是非常寶貴 大概就目前只有你們在做 因為華北做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少 對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缺塊 然後今天剛好靖志老師也在 他也是做華北地方宗教的研究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做一下教 等一下還有幾個老師會進去過來 我們就先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請羅丹開始 然後我們先熱烈歡迎羅丹老師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謝老師要請我過來 然後我在這裡 因為這個關於儀式專家這一部分 我是第一次講 因為之前跟大家交流比較多的 還是關於廣中周邊地區的打釣的儀式部分 然後所以這一次我是想講一下 當地的儀式專家 在當地的儀式專家裡邊 我們可以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就是民間道士 就是火居道士 以及他們為民眾做一些宗教服務的儀式專家 當地稱為表工師父 然後因為這一部分 我為什麼會講這一部分 是因為我們今年暑假的時候 在去廣中周邊做調查的時候 就發現了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類表工師父 所以我想今天拿出來 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 那首先 那首先就是關於這個研究緣起 不好意思 我今天早上加了一頁 但是好像沒放進來 然後就是為什麼我們會進入到華北這個地區 然後這個地區是屬於形臺地區 形臺是在這裡 然後這是石家莊 然後德州 德州這一片已經是山東了 然後石家莊再往上就是北京 然後這是杭丹 所以形臺這片地區它是屬於河北河南 以及山東比較交界的地方 然後我們進入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是在2013年年底的時候 去到這個地方看打教儀式 當初我下去的時候非常好奇 因為我跟我的夥伴徐天基博士 然後他是一直關注華北地區的鄉村的宗教生活 然後我是比較關注南方的 然後他當時候說有打教儀式 然後我當時候就覺得很好奇 因為在學界裡邊 對於北方的道教儀式一直關注的比較少 然後而且現在在田園裡邊 我們也很難發現比較完整的道教儀式 然後所以我就跟他去看了 因為我們以前在北京周邊的時候 經常看見一些所謂的就是有一些道教活動 都是比如說某個春廟 然後他們要開關或者做廟會的時候 就會請某一個據稱 自稱是北京白雲館的道士過來 然後就會做一些很簡單的 非常簡單的儀式 然後所以他們說打教的時候 我就非常好奇 就是我想知道的是北方的打教究竟是怎樣的 但是當我進去的時候 當我下去的時候讓我非常吃驚 在這一片地區我們發現了 比較完整也比較傳統的道教科儀 所以我們就進來了 然後在當地打教有一個傳統的說法 就是說邢台東八線 這個打教的範圍是存在於邢台東八線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邢台市區在這裡 然後這邊是山東 然後我們經常所在的地方是廣中的這片區域 然後東八線是現在一個民間的說法 它主要就是指邢台是東面的八個交線 但是關於這八個交線的組合 大約有三個版本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們比較熟悉的就是聚錄這個地方 因為黃金軍起義在這裡 然後以前廣中它也屬於聚錄管轄 然後現在按照我們的田野調查裡邊 現在仍然打教的線有五個 就是廣中人縣威縣聚錄品項 在1980年代 在1990年代 北京的袁靜芳老師曾經去過聚錄 曾經去過聚錄做過關於道教儀式音樂的調查 然後並且的撰寫了一本專著 是放在曹本葉老師的那套道教儀式音樂傳書裡面的 然後現在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參考的文獻 那廣中就是這個樣子 它是比較長的 當然我們現在所做的調查已經不止於廣中縣了 還是去到了周邊的縣區 然後這是它的一個歷史的規劃 然後我想先從北方的這些春廟 還有它周邊的一些情況先說起 我為什麼會說到這個儀式專家呢 首先就是說對於華北的道士跟道教科以我們了解的比較少 那相關的研究就是現在有 我們有兩本書 他今年剛剛出了一本書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對於北方它具有鄉頭性質的民間儀式專家的類型研究 然後我們經過這兩三年的調查 我們認為它是需要進一步釐清相關的精確定義的 然後關於鄉頭的研究 北方的鄉頭研究 比較詳細的研究就是李衛祖的研究 然後但是李衛祖它這篇論文 它是1930年代的一篇本科論文 然後但是在2011年的時候才得以出版 但是它是現在對於北方的鄉頭研究裡邊比較詳細的一個描述 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歷史的一個歷史文獻吧可以說是 然後可能因為我們可能南方的同學對於北方的情況不大了解 所以我先大概說一下 比如說我們在北方裡邊所經常見到的一些村廟 然後它就是一些比較小型的廟 像這種官地廟全神堂還有菩薩廟 這些都是都是一些像像這種像這種佛像廟裡面已經沒有神像了 而且很多時候比如說我們見到的一個像海瑞廟 這海瑞廟比較有意思 有些廟它已經拆了 或者就是說它本來可能也就是幾個磚頭壘在那裡 然後但是但是村民仍然記得那個地方究竟是什麼廟的存在 這就是北方村裡邊比較常見的廟的一種形態 不像我們台灣經常見到我們非常高大上的一些廟 然後這是加護的神台 在北方裡邊經常用到的是神軸跟神像的神那個畫像 很少會見到一些樹像 在那邊全神圖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存在 然後全神圖它有時候有不同的呈現 就是它的神有時候會不一樣 但是大概全神圖如果按照他們系數來說大概有200多位神奇 然後這是這是某一個村的宗祠跟加塘 然後在華北這些村落裡邊 尤其河北這些村落裡邊 我們經常見到的祖父就是像這樣的 他們叫做加塘 然後加塘呢不是每一個家族都不 不是每一家家戶戶都能存在的 然後他們的加塘 他們的加塘基本上是放在宗祠裡邊 然後是平時是掛起來的 把它捲起來掛在祠堂上面 然後到過年的時候才會把它放出來 然後主人去祭拜這樣子 這是大平台村的兩個理性宗祠 這些都是重建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去年的時候所看到的 是在同一個宗祠裡邊 他們因為這些這些加塘都是不做的 所以就是說他們很容易毀壞 而且有時候重鑄啊或者發霉啊 這種情況都是會存在的 所以他們會經常的用就是過一段時間 他們就會買新的加塘 然後把它重新啃操上去 這是2014年他們所修的祖譜 他們的時間會在這裡所表示 然後這個是同一個宗祠裡邊 所保存的一個舊的祖譜 它的年代是民國13年所修的 據稱他們之前 當時我們去的時候 他們說還有一個祖譜 是清末所修的 但是當時我們沒有見到 看一下我們此間再去能不能找到 再說一下 就是說關於這個地區 比如說我們這個李氏 李氏這個家族 他李氏這個家族 他是在燕王掃北的時候 燕王掃北的時候 跟隨燕王的一個李姓將軍 然後跟著燕王朱利去到了北方屯軍 然後駐紮在這裡 然後開始去繁衍生息的 在他們的祖譜還有他們的歷史上面是這樣寫的 而且他們也有悲文顯示 那介入到我所說的打教這一部分 但是因為打教的儀式跟現場 我就在這裡我就不說了 但是我為什麼會從打教開始說起呢 是因為在打教裡邊 我們基本上都能見到 我今天所說的這兩類醫生專家 就是火居道士跟表工師傅 然後他們同時存在於一個場域裡邊 所以我想先從打教的結構跟現場開始說起 在當地的打教 他有分開光教跟春教 然後開光教就是一個精妙落成的時候 你打三天教 然後春教他就是按主神來分 比如說玉皇教 王母教 帝母教 冰寶龍王教 基本上 教期都是在農曆的十月到正月二月左右 就是基本上集中在他們農賢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個教期除了一個冰毛龍王教 其他都是在冬天的 然後但是這個冰毛龍王教現在是在夏天 但是問題是現在已經很少春會去打這個春教了 然後按規模來分他們有分大教跟小教 就是半壇道士跟全壇道士 半壇道士就是十二位道士 全壇道士就二十四位道士 一般如果按照他們的那個規模來說 小教基本上現在很多村都是打小教 就是三天三淡西的教 就會用到十二位道士 如果大教的話 現在會打五天的大教 五淡西的大教 但是在現在我看到的廣中地區來說 只有一個春 還有三個春聯合打這個五淡西的春教 是比較少的五年打一次 然後按組織類型來分有年春教跟單春教來說 然後連春教就是五天的大教 五淡西大教 單春教基本上會打三淡西人教 然後按照打教的春落組織 我們可以分為教會跟神明會 教會 教會就是在打教的春落裡邊 他有自己的教會 然後男女都是有可以入會的 但是基本上會分為男會手跟女會手 就是在這個打教的時候統籌各樣事情的 然後大體就會分為總會手啊 財物啊 絲後金啊 物品發放啊 火石 打鼓 招待鍋 像殃歌隊跟機動隊等等 然後 春落之中 他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概念 待會兒我們在表紅師父裡邊也會 在神明會裡邊也會提到 就是在會這個概念 在會在一個春落裡邊 對於一個人的一個春落地位 是比較重要的一個界定 這就是教會成員 他們教會成員 基本上在打教的時候 在胸口上都會別在一張 一張黃色的小布上面寫著教會 有分女性跟男性 當然 掌握權力比較大的基本上都是男性 男性教會 然後女性教會基本上都是做一些招待 一些還有一些花會的一些統籌的事項 這就是他們教會裡邊一個醒好的一些這些宗教實踐 比如說他們跑花這種就是跑花 他們醒好就是認為是一種累積功德的一種活動 所以他們每一個村裡邊每一個人在打教的時候 或者廟會的時候都是非常熱心參與的 這是神明慧 神明慧他可以說他有時候是跟教 他的神明慧的成員有時候是跟教會的成員是重合的 但是這兩個東西不是同一個東西 神明慧他不只是在打教期間存在 他平時的時候也是有活動的 然後神明慧是按照他們所拜的這個 這個主神來分的 比如說菩薩會 太陽會 地母會 佛爺會 還有王母會 還有那個地藏王會 神明慧的成員它是一種 後來我們發現神明慧的成員它是一種 國家的家族傳承 就是比如說我們所訪談的 它有一些是屬於地藏王會的 然後他們是在一個村裡邊 比如說有一個婆婆 然後她本來是地藏王會的 然後如果當她行動不便或者在她不在的時候 她就會把這個會員的身份傳給她的媳婦 是不能傳給女兒的 所以這個是屬於婆家的家族傳承 這個在會與不在會 也是一個就是剛才我所說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在她只要身體健在還能行動的 她就必須繼續在會 直到她不能繼續不在會為止 然後傳給她的媳婦 然後繼續去參加神明慧 然後婆婆如果是地藏王會的話 那她的媳婦就必須進地藏王會 她不能進這個菩薩會 所以其實這個神明慧的成員 她基本上是比較穩定 而不是隨意增加的 因為如果他們家 比如說理性家 理性這個A家 她婆婆 然後這個家庭她沒有兒子了 或者這個兒子不能娶到媳婦了 那她這個神明慧的身份 她就不能繼續往下傳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在村落裡邊 比較具有地位界定的一個東西 當然比如說像菩薩會的話 每個會她其實她參加的人數也不一樣 菩薩會會人比較多一點 然後像地藏王會她人數就會比較少一點 這些都是歷史傳承的一個所造成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段路線 這是打教期間菩薩會在菩薩廟面前念經 在他們初一食物以及菩薩的觀音的誕程的時候 也會去組織 然後去念經 但是他們很多時候的一些活動 就有時候會去廟前念經 如果那個春是已經沒有這個廟了 他可能就去某個成員的家裡邊念經 隨便會的成員基本上都是有性 我們現在還沒有見到有哪些參與 這就是神明會成員的經券 這個經券應該是跟華北的民間寶券有非常大的關係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比較細統的梳理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只能列舉他們所用的一些經券 比如說他們會用到一些大碑寶券 無極老母傳真言 像這種地藏經啊八旦十二院寶券 這都是他們所用的寶券 他們成員之間會互相騰操 但是因為在神明會的成員裡邊 因為當地的農村婦女 他們有很多是不識字的 所以他們有時候這個經券的傳承 真不一定是有紙本的存在 他們很多時候是念 比如說一個成員念 然後比如說婆婆念 媳婦記 他們就是口傳經受 經常都是有這種方式存在 然後這種經券的流傳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的字字寫的不是特別好看 因為在村裡邊 在村裡邊懂實字的婦女比較少在過去 現在已經有印的了 就是現在有附印本的了 所以就是說對於他們來說 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是這是某一個村 你看四層村的地母會 然後這是東照村的菩薩會 所以民會的成員除了念經之外 他們在打教期間 還有廟會期間 他們經常所做的就是跑花 就是一種花會的形式存在 就是在神教面前 然後勇於跑花的這種形式去餘神 那在教場裡邊我們可以看到 這三類群體是經常在教場裡邊出現的 那首先第一個肯定是火居道士 因為在打教沒有道士就不能做儀式 就不能做道教科儀 然後他們就是負責科儀程序以及轉供 然後他們所在的地點就是在外堂 然後下面一個是表工師傅 表工師傅 在我們的調查裡邊 其實他跟火居道士是同樣重要的存在 可能如果我們從道教研究的一種觀點出發 他會有點奇怪 或者就有點驚訝於為什麼表工師傅 在打教期間他的地位會這麼重要 他在教場裡邊他除了給大家給信眾表工 看室、看室、看箱和酸娃娃 然後他還在教場裡外也負責一些重要類服務 然後他們所在的地方就是教棚的各個店的神桌行 然後這一點很有意思關於空間佈置方面 空間的他們的他們所佔的地位 然後在神明會成員他們就是在教場 當然不是一直存在 他們會有時候會過來跑花還有送金 然後下面我就進入到我今天所想講的部分就是 教場中的儀式專家兩類 火居道士跟表工師傅 然後我剛好找到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就是 你看左邊這一位就是我們的高工法師 然後在這裡是三清殿 然後在這裡坐著的是表工師傅 然後這些也是表工師傅 然後這個是發文 這個發文儀式 然後因為在他們打教期間有很多場科儀 高工法師是經常需要去各個店裡邊去上表 然後就會去到這些審案面前去上表啊之類的 然後但是在這些在整個打教場合裡邊 表工師傅是一直一直坐在各個審案旁邊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表工師傅 表工師傅跟火居道士他們在打教期間是各自其職 並行五倍的 而且他們互不干擾 有時候他們正在做 高工正在做儀式的時候 表工師傅也在旁邊念經 然後信眾也在請表工師傅表工 然後他們是一起念 然後各做各的然後互不干擾 在這個在當地社會裡邊 在兩者在宗教生活上面他們的功能不一樣 服務的受眾也不一樣 然後呈現的形態不一樣 然後在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打教現場裡邊 兩者缺一不可 那我們先說一下火居道士 在當地的火居道士我們可以找到三派 然後第一派就是龍門秋主派 然後龍門秋主派他們就是按照龍門派的那個自派師所傳承的 然後第二派就是武當三郎梅仙派 他們的他們的自派師跟在白雲罐所所存的朱真宗派總部的龍門仙派 自派師插了一個字就是這裡 然後其他基本上都一樣 然後他們現在所傳承到了已經到二十九的 二十九代這個壽之輩 然後我們在這裡所發現的龍門仙派 是我們現在在文獻還有田園裡邊所看到的 傳承到最北的龍門仙派 然後但是現在怎麼樣他們是怎麼樣傳承到廣中這個地區的 我們現在還在還在做相關的調查以及梳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龍門派跟龍門仙派 他們雖然在傳承自派上面有所區別 但是他們所用的科醫本以及他們所做的科醫都是互通的 而且他們兩派之間經常合作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沒有發現有什麼區別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所發現的火區道士呢 我們可以跟南方的可以做一些大致的一些粗略的對比 比如說道士的組織形式它區別於家談跟道談 它是比較鬆散的 然後他也沒有收入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要問他收入有沒有收入 他們會覺得很奇怪 他不知道收入是什麼 然後家談你會問他你們家有沒有談 然後他也會很奇怪 因為他們在家裡就不涉談 他們不是父傳子的一種傳承方式 他們的傳承方式基本上是拜同春的道士為師 然後有時候也會去拜附近春落的道士為師 這個基本上都是比較熟悉的才會這樣拜師 但是他們的他們的拜師來說 雖然他們是傳承自派師的傳承這個自派谷 但是他們他們有一種學藝的一種概念 這種學藝的概念有點類似於 有點類似於華北花卉的一種學藝的概念 他們認為學道士就做道士 他們是一種學習技藝的一種過程 所以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學習過程 在他們的拜師學習的過程之中 他們是要先從武場開始學習 在當地他們有分文武場道士 因為文場和武武場 這個文與武啊 這個文與武在當地來說概念有點不一樣 文場他們是很明確的指出 他們的文場就是高公還有提克表白 他們就叫做高公大法師 然後提克他們就叫做木魚子 就是這位 就是敲木魚 然後表白他們就叫姚林子 這三位他們在當地就稱為文場 然後武場呢就是奏樂 但是他們這些奏樂的 奏樂的這些成員 他們也稱為道士 他們不叫樂師 他們所有的道士在剛開始學的時候 都是從武場開始學起的 就是不是一開始就開始可以學文場的 所以他們每一個道士 就算是後來做到高公的 他們也是要學會一兩樣樂器的 這樣子他們才能配合 然後在他們學樂器學到了五到六年的時候 然後師父就會選一些唱腔比較好的 然後記憶力比較好的 但起碼會十字的 然後會選擇他們去讓他們去學習做高公 然後做高公的話就學習做文場 然後文場的話就是學習科儀的那個高公法師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2014年2月高莊春五天教場的一個教場結構 這個是我們這幾年所看到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檀場 因為它是五蛋西教 所以它的檀場它是有七層的結構 五層結構 後面是五層結構 然後外面是屬於外檀 然後一般在三蛋西教裡面是後面是三層結構 那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在這裡可以看到 在這裡可以看到 這裡是道士做科儀的地方 他們基本上就是在我們所稱為外檀的地方做儀式 然後在禮堂 在禮堂的每一個殿裡邊 每一個神像旁邊都會坐著兩個表公師傅 所以我們就是會比較好奇的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在這個空間結構裡邊 表公師傅反而占據了在道教觀念裡邊 比較重要的禮堂老壇的一個位置 比如說三清殿、玉皇殿、菩薩殿 這些都是表公師傅 從開壇到結壇都一直坐在那裡為信眾表公的 然後但是道士反而是在外檀做科儀 這個是外檀道士做科儀的一種結構 然後這是一個當今皇帝牌位 然後這是貢主 然後這是歌歐法師 這是木魚子 這一道領子 然後這是敲金樂 然後這是管弦樂 他們是分兩開的 基本上的結構都是一樣的 這是在壇場裡邊的一種道士的結構 那所以其實通過表公師傅跟道士 在壇場裡邊的空間結構 他們所處的位置 其實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當地的三清社會裡邊 民眾對於這兩種儀式專家 他們的看法是怎樣的 他們是不是有一種看法是認為表公師傅是更為重要 但是因為從道教研究來看 道士是應該更佔據老壇那個地位的 這個位置的 然後但是在當地這個社會裡邊 反而是另一種儀式專家佔據了更為重要的地位 更為重要的位置不能說地位 那我就在這裡也想說一下狼梅仙派 狼梅仙派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在廣中這個地區 以及周邊縣區來說 它基本上可以 可以初步斷定 它是出自於廣中旁邊的一個縣 叫平鄉縣的一個東月廟 然後當地也叫河谷廟 這是平鄉縣東月廟的一個一個結構圖 這個廟說實話我們剛去到的時候非常吃驚 因為對於春廟來的時候它的規模實在是太大了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結構 然後你會很奇怪於它為什麼在一個村裡邊 會存在於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廟 而且它供奉的主神是東月大地 然後我們一開始以為他們說它是東月廟 是後來村民所改的 但是後來我們在碑文裡邊所看到 在清湯西十八年的一個碑 裡面已經看到了當時這個河谷廟裡邊所供奉的主神 就是東月大地 然後我們為什麼初步斷定 狼梅派的一個法 就是在廣東地區比較早的一個發源地是在河谷廟 是因為在河谷廟裡邊存在的碑文 這個這個踏片已經很難看到 但是我們基本上是能看到大概的內容 這是一塊明天啟六年的一塊碑 當時候平鄉縣它還屬於順德府 它就是一塊順德府平鄉縣河谷廟 什麼廟圖神祭 一塊踏片 然後上面明確標示了狼梅派十一代道士 段姓李擔任在這個廟裡邊擔任主持 同時跟他一起主理這個廟的還有他的弟子 就是狼梅派的第十二代道士 李李清和李李靖 然後他們的這個十一代十一代跟十二代的都是符合他們狼梅先派的那個派字 第十一跟十二的派字補姓跟李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斷定就是說 起碼在明天啟六年的時候已經有狼梅派道士在這個區域活動 但是他們怎麼去到這個區域的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查到相關的材料 而且我估計也不一定會查到 然後在這個廟裡邊存在一份比較古老的五代法師國 然後上面所寫到的 第十二十一代道士真老法師 二十二代道士近老法師 二十三代長老法師 二十四代道士尤老法師 二十五代九老法師 還有二十六代道士中治北 這些都是跟狼梅派的自派譜 以及他們的村落的一些族譜可以相對應 但是問題是在於 他上面所寫的這個五代五代法師本上面所寫的時間是明萬曆三十八年 我覺得他們這個就是有點 這個是肯定是肯定是有問題的 因為明萬曆三十八年是1580年 然後但是在碑文上所寫的明天起六年 一六二六年那時候才到十一代道士 然後他這個不可能 不大可能是在前面裡面已經存在了二十一代道士 然後我自己推算的時間大概二三十年為一代吧 然後就是說這個 因為已經到了二十九代 在後面他們所傳承裡面已經到了二十九代受制背 所以說現在起碼這個本子應該可以推算到清末民國的時間 然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代都是現存可以演練儀式的道士 這就是當地的道士的經卷 基本上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在這裡我也不多講了 那第二部分我想講一下我們這次所見到的比較有意思的另外一類的儀式專家表公師傅 表公呢他就是表公是什麼意思呢 表公就是通過送讀唱送經文幫助村民實現行好與功德累積之間的轉換 在此過程之中表公師傅他充當了人生之間的終結者 然後我們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在教場裡面表公師傅他是負責為民眾表公 而且他也提供了一些小型的法師服務 比如說摔娃娃 然後在教場外 因為表公師傅他存在的位置他不像道士一樣 道士基本上就是在打教或者做白事的時候才會為民眾服務 但是表公師傅他為民眾服務的頻率更加頻繁 就是信眾找他們的機率會更加大 因為他們就是負責解決一些個人的生活問題 提供常見的一些宗教服務 比如說看事兒 然後治病還有除稅等等 這些就是一些表公師傅的一些照片 這個就是酸娃娃 這個是黃娃娃 這是信眾在教場裡面請表公師傅表公 這是一個信眾在打教前 一個信眾 因為在去年 去年或者是前三年教期之前 然後他在打教的時候請的表公師傅去刷娃娃 穿娃娃就是求子 然後他這個願望就成真了 然後所以他就需要黃娃娃 然後黃娃娃還是要請表公師傅在教場外去做的 黃娃娃基本上你看就是說他們這個就是娃娃 就拿著這個就是娃娃 他們的儀式還是比較簡單的 基本上就是念一些經文 就是一些黃娃娃的經文 然後就把娃娃燒了 然後這就是算是黃娃娃了 這位就是表公師傅 好 現在他在念經 好 这是在教堂里面,这个神明会,这一群神明会,请表工师傅为他们表工,表工师傅表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表工呢,他们具体方式就是,个别信众或者是神明会,或者是教会,或者是花会,他们上香油钱, 他们,你看那个,表工师傅手上是拿着钱的,然后表工师傅去念经文,为他们进行表工,表工师傅他大部分是女性,但是也有少部分是男性, 但是教堂如果还是女性,明不就…. 现在就怎么买到这儿哦 CommonLY 有别的 muss叫演息后,同学我们玩会吧 Makeста是女性,最习惯,而对我一起去念我。 这些都藏ragon时,화를受一个 medium verst Speaker 1 都是女性,得 award的 membäs ceremonial 예쁜同学和人记忆, 我会议她吗等aresbara12年的我们我们可以有一个as candidates? 这是一些表工师傅她们为姓仲就是、服务的时候的一些照片, 比如说这是灾索 这是酸娃娃 这是许宫跟还宫 许宫跟还宫也就是许愿跟还愿的意思 这是看世看乡 这是看世看乡 它就有点类似于北方里面经常所存在的四大门 四大门的相同 它们的性质 看乡是什么 看呢 就是比如说一个性众 他去问世的时候 然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表公师傅呢 需要给他找出这件事情 所发生的缘由是什么 比如说什么东西作祟 然后呢 他就会烧在神像面前烧一大把香 然后看香 烧一火之后 看香所呈现的形状 然后他们香所呈现的不同的形状 然后就代表了这件事情 所发生的缘由是什么 他们在里边 在北方还流传一种叫看香图的一种本子 就是有时候一些性众自己在家里边 只要你有这个 只要你有这个看香本 然后自己也能按照这个烧香的一种烧香形态去判断 某件事情所发生的一些缘由啊 还有占捕的结果 这就是一些表公师傅他们所用的经卷 他们这些经测跟神明会的宝券的经测也不一样 然后他们跟道士所用的科医文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名字的类别上面是会有类似的 比如说道士里面会用到比如说请太阳 请太阳 然后在表公师傅里面也会有请太阳 比如说这个开门经 开门经是什么呢 开门经就是他们去请神厢 或者去请一个庙开光的时候 那个庙门是关着的 然后请神厢的时候 那个庙的门也是关着的 然后那时候表公师傅就需要在庙门面前 念这个开门经 念完之后 然后门才能打开 然后这里我还提 就是还说一点 就是说在打教期间 打教之前 他们是每个村是需要去一些 存有神厢 就是神轴的一些村里面去请神厢 这个神厢里面就是放了 大概一百多到两百多的神轴 然后把这个神厢 神厢请来之后 就挂到那个教场里面 然后但是请神厢 这个仪式不是由道士来做的 是由表公师傅来做的 所以他们有一系列的请神厢的一些经文 表公师傅的仪式分类 我们大概可以分为这几类 然后他们有相应的一些经文 然后比如说请神类 它就会有开光经 扫檀经 还有请天神 开佛门等等 然后另外第二类就是功德转换类 比如说交工经 挂号 然后第三类就是请神上贡类 然后第四类就是请神 送神经类 就是在送神的时候 比如说在打架完了之后 是要送神抛架的 然后这个时候表公师傅 他要念送神抛架经 同时道士也要做送神的 送全神的一个仪式 还有第五类就是对民众生活 日常生活的一种法式类 比如说护身啊 酸娃娃 还有消灾啊 震宅啊 求雨啊 然后第六类就是与打架相关的经 比如说太阳经 上坦经 请神经 叛女经等等 这是一些他们经卷的一些节路 这次我们在暑假期间 我们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这个表公师傅 他是有分文物的 然后这个在我们之前是没有发现的 因为我们以前在 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打架期间 所见到这些表公师傅 然后在表我们所见到的表公师傅 基本上是在坛场里面做坛的 然后他们的他们的宗教服务 基本上就是为信众表公看事 然后他们的一种宗教形式就是通过唱诵宗教性的经文 看乡等等 然后为信众表公 然后他们的仪式逻辑就是实现一种善行跟功德的转换 这是文的表公师傅 然后我们这一次在暑假的时候 去发现了有另外一类叫做五的表公师傅 这个文与五不是我们给他们定义 不是我们给他界定的 是他们自己告诉我们的 所以文与五是他们自己的一种概念 他们是有一种明确的区分 五的表公师傅是什么呢 五的表公师傅就是 他们是会有附身现象出现的 但是这个很明显跟文的有区别 就是文是不会附身的 然后他们的最常见的形式是打散鼓 然后当我们看一下打散鼓是什么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以前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打散期间没有发现这一类五的表公师傅 所以因为这一类五的表公师傅 他经常在打散期间 他们的形式就是打散鼓 然后打散鼓 他经常好像是跟一些花卉相混淆 所以我们就没有发现它 文与五他们所侍奉的神起是不一样的 然后文的表公师傅 他们比较多侍奉文官形象的神 比如说玉皇跟官英 然后武的呢 武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他基本上司奉的神是比较于 跟风神演义有关的神 比如说胡僧老母啊 木桂英啊 九家姑姑 这个九家姑姑我现在还没搞清楚是什么 我不知道静志老师有没有听过 然后三家奶奶 三家奶奶在北方来说一个说法为三宵娘娘 云宵 亦宵和穷宵 然后亦说为静谱奶奶 哥大奶奶 眼光奶奶 他们是基本上是负责去治疗小孩子的一些病的 比如说眼光奶奶他就是治那个眼病的 然后静谱奶奶就是治那个小孩的软骨病的 然后还有一些神就是比如说孙悟空二郎什么的 还有张天师也有 然后但是如果会附身的就是比如说降神到某个 武的表公师父的比较多的是无声老母 还有九家姑姑 陆桂英等等 然后如果在这些神降神的时候 无声老母呢 如果比如说无声老母降神到一个武的表公师父上面 他们基本上就是说话 就是传话 他们叫传话 然后身体不动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动作 但是如果是九家姑姑和木桂英 降神降神到武的表公师父身上的时候 他们的动作就会比较多 而且在打散鼓的时候 基本上降神的神器就是 就是木桂英还有九家姑姑 然后这就是打散鼓 他们这武的表公师父的一些主要主要活动 武的表 武厂的表公师父 他有明显的附体现象 然后他们最常见的就是为打散鼓 打散鼓的外在外在形式就是 一手持感先编一手持文工舞 然后他通过幅度巨大的舞蹈和唱颂 就是完成请马接马送马的仪式程序 这其中对应他们口耳相传的一套语间经文 比如说有请马经 接马经 送马经 还有报家门经 请全身经等等 这就是散鼓 这就是散鼓 他们也叫文工鼓 然后这是感先编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北方尤其在东北的时候 会经常见到一些萨马 就是跳大手 他们会经常拿着这个感先编 会经常拿着感先编去跳打 就是进行一些宗教活动 然后打散鼓的方式呢 就是他们基本上打散鼓是基本上很多时候是要学的 是要通过学习的 然后他们是要跟拜一个师傅为师 然后呢在打散鼓的时候 师傅基本上是先领着打 先领着念经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师傅 然后呢 师傅在中间陪工开始转圈 他们称为在旁边摇散鼓 一起摇散鼓的叫培工 在打散鼓不能一个人打 他必须是有培工 然后他们就开始念这个请全神经 然后在转圈 转着转着他们就开始 培工就开始报家门 然后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中间的师傅已经开始降神了 这基本上已经可以复生了 但是他们在打散鼓的时候 复生的 是不会说话的 就是念经的和报家门的 基本上就是在旁边 在一直在转圈的培工 然后在这些培工当中 如果他们所说的有根气的 或者就是说当天 他就是被附体的 然后他们就会进入到这个佛心圈 与师傅内 他们的动作其实就是比如说 当天他们这一位 他附身的是木贵英 然后这一位 他附身的是九家姑姑 他们基本上的一些动作就是 模拟于一些战场的对打的一种形式 然后在他们降神之后 然后核心圈的被附体的表公师傅就对打了 然后培工就在两旁聊散鼓 然后就不再念经了 只是聊散鼓 然后之后 如果神离开了 让表公师傅就现神结束 他们这个打散鼓的时间长短不一致 他们跟我们说 有时候他们在庙会里面或者叫场 打叫期间 他们有时候会可以打散鼓打到八个小时 持续不停 所以这个对于表公师傅的体力来说 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这个就是师傅 这是一开始他们师傅先领的先 先开始摇散鼓 然后他们现在就会开始念神 请旋神经 请旋神经他们这个经文啊 就是一请天地在空中 二请上方老吴生 三请三十二未来传话 四请众神仙神功 五请南海观世音 六请药王药神经 七请北方真无主 八请八十四未神 九请九九拜九父 十请满妙一切神 然后之后还会发现他们一段 这就是他们开始转圈 然后每每个培工就开始抱家门 你看这个就是每一个轮的抱 到家门他们是有一套的经文的 固定的经文 但是按照每一个人 他是哪里哪里人 然后他是谁谁 然后年纪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唱出来 然后唱着唱着有其中一个培工就跳出来了 然后就是跟这位这位师傅开始对打 这位培工是位老的比较年纪大的老的女的表公师傅 他以前据他的女儿说 他的女儿现在四十四十多岁吧 然后据他的女儿说 这位女儿年轻的时候 是一位非常热心打散鼓的一位表公师傅 在他女儿小的时候 他都会怀抱着他的女儿去参与打散鼓 一跳可以打跳几个小时 这两位是已经被剁身了 然后另外 然后老的那位表公师傅退了下来 然后另外一位年轻的培工上来 然后在尿会跟打教会里的打教期间 其实这群打散鼓的表公师傅 他们的组合不是固定的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一群表公师傅 现在在那里打了 如果其他充的不认识到 其他的表公师傅看见了 他们也会加入到打散鼓的场面 因为刚才在录像里面我们的其中音乐导谈人就跟我们讲就是这个他们表公师傅有一种 另外一种传绳的方式叫传功 传功就是通过说话的方式把绳的意义表达出来 然后第三位培工出来一起打 然后第三位培工出来一起打 这就是退神然后卸神了 刚才就是舞的表公师傅 然后还有时间吗 可以可以 就是我现在就是说我想通过两个个案 两个文跟舞的表公师傅的个案 说一下他们的一些文与舞的一些情况 这一位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在打散鼓里边的核心 这是一位舞的表公师傅 这叫做他们叫做对公 就是两位表公师傅在对公 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吧 现在他们只是在用唱经的方式在聊天 但是但是其实他现在还没有附身 但是其实他现在还没有附身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位舞的表公师傅已经开始被附身了 然后他被附身的那一位就是九家姑姑 叫九家姑姑 然后他在唱什么呢 他就越唱越激动 然后开始被附身了 然后他被附身的那一位就是九家姑姑 他他是因为这位文的表公师傅 他系统的是玉皇 玉皇大帝 所以他代表了玉皇大帝 然后呢 这位九家姑姑呢 他就是向玉皇大帝去教区 就是说妹妹我很委屈呀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然后我得不到相应的一些待遇 然后希望玉皇玉皇帝能帮帮我呀 带带带带领我呀 你看他就一直在唱 他就不用停的 我这段录像一共有半个小时 他就基本上一直在唱 他们的曲调基本上是一致的 他们的曲调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但是因为我刚才所提到的文跟武的 依旧很大的区别就是 武的表公师傅他是会有附身现象的 但是文的话他是很很少很少会被附身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 这位文的表公师傅他是一直在硬 但是他没有被玉皇所附身 然后但是这一位被九家姑姑附身了 他就一直一直在一直在唱 一直在跟玉皇去表达他自己的一种委屈 跟困难 然后这位文的表公师傅他在听着听着 他就一直在硬 好妹妹我知道我答应你啊 我会带着你的 但是但是他一直是想想希望九家姑姑退身 因为因为因为这这位武的表公师傅一直停不下来 他就一直希望劝他退身 但是他就九家姑姑就一直不肯退身 然后所以他就一直在唱 唱到这位已经有点虚活了 已经已经24分钟了 这里面还结束 拿到这个里面 他不想要你想想要的 他要跟他说 他知道了 别再传工了 他跟他说 他说我知道了 先生 他跟他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别再传工了 嗯 嗯 我跟他说 我知道了 别再传工了 那我們先說一下這位文的表農師傅 這位文的表農師傅叫孫巧鳳 然後是1953年生 然後是廣中高庄村人 他是怎麼成為表農師傅的呢 就是他在年少時候他家境比較平寒 然後母親了精神失常 在他17歲的時候孫巧鳳17歲的時候得了一個大病 然後痊愈了之後他就說他能聽到玉皇大帝的一些聲音 玉皇大帝經常在跟他說話 而且他在夢中也能夢到很多事情 然後玉皇當時候就讓他成為表農師傅 要通神要為心中治病看事解決問題 但是基本上其實很多時候在北方的很多一些儀式專家 就這一類的儀式專家 他們所成為表農師傅或者成為相同 並非不一定是他們自願的 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是非自願的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一開始都會先拒絕 然後但是他拒絕呢 然後玉皇就讓他不能動 就是不能學願動了 然後所以他就沒辦法 然後之後他就拜著玉皇為師 成為玉皇的弟子 然後他後來之後他就開始稱為四奉玉皇 成為他的一個信徒 然後在他二十歲的時候就開始為信眾看事治病 然後在二千年代的時候 他就發願為玉皇建廟 那在他周邊的村落裡邊就逐步畫圓去募建票經費 當時候在那個時候是經常被嘲笑的 而且被人趕出門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很可笑 但是他在06年的時候 然後終於就籌建到一大筆錢 然後就建了一個高庄春的我龍貫 裡邊就是供奉玉皇大帝 然後孫小鳳就自認為貫主 這張圖片就是他現在拿的是一個道貫的登記表 這個村廟裡邊能拿到宗教局所發的一個正式的登記 登記文案是比較難的 就當然當時應該是二千年代的時候可能還沒有那麼嚴 然後呢而且他因為他在十里八鄉裡邊 他是一個比較人名的比較出名的一個表紅師父 而且人緣非常好 所以呢宗教局到時候呢 就給他這個玉皇廟就頒發了一個正式的證書 承認他為正式的宗教合法的宗教場所 他是怎麼樣去習得一些表紅師父的一些經文跟唱一唱腔呢 他又怎麼樣去為信眾探視呢治病呢 他的說法就是他是五師自通的 然後經常學習的過程是在睡夢之中學習的 這是三條縫的家壇 他除了他除了有一個過容館 然後他自己在家裡邊的一個很小的房間也設了一個家壇 然後這是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後面是全身圖 然後他這個家壇算是比較簡陋的 但是如果有什麼我信眾找他 看事會治病的時候很多時候會去家壇找他 這就是在家壇裡邊為信眾表功 這就是徐天津 看一段他表的部分 表功表功他的經文是差不多的 然後那個唱腔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他家裡邊就是沒有表功師父所常用的經卷 所以他他一直都說他他熟悉的這些表功的經文 都是在夢中裡邊所得到的 他現在手裡邊拿的錢 是我捐的十塊錢 所以因為因為一般表功你都是要上香有錢嘛 所以你捐多少錢都可以 他們基本上就是拿這個錢 然後為你表功 大概形式就是這樣的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武的表功師父 這位武的表功師父他非常年輕 他是叫唐靖 然後1985年出生 是曲州縣人 曲州他不屬於形臺 他屬於寒丹 然後也是在平江縣旁邊的一個縣區 據他的訪談紀錄裡邊 他從小就是多災多難 在童年來說非常的痛苦 非常不幸 然後他是被養父母所放棄 然後在寄養家庭長大 然後從小呢身體比較弱 然後經常生大病 然後有 而且他說他自己是經常能看到一些 supernatural 的東西 然後為此也經常被人送進精神病院 然後在2015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通神 剛開始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他接神的時候 他也是不願意的 然後當時候就是不能進食也不能說話 就全身不能動的 然後無聲老母開始要降神在他身上 如果他當時候要拒絕的話 他就動彈不了 然後後來他也沒有辦法 所以他就拜了無聲老母為師 然後他稱他自己是侍奉無聲老母的 這是韓靖的家庭 我們就是他跟前面我們所提到的孫小鳳 他們兩個人的性格比較有比較大的區別 韓靖因為他是在2015年開始接工 然後只是兩年的時間 然後他現在已經有幾十個弟子 然後這些弟子是跟隨他學習打散國 然後學習傳功 然後但是他在收弟子的時候 他是要收取這個拜師費的 大概每個人要666塊錢 然後就是教授他們怎麼去打散國 然後怎麼去傳功 當然傳功這個東西不是每個人都能學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家庭 他的家庭是這一兩年裡邊所建立起來的 就是在他自己家裡邊 然後他把自己的客廳佈置成一個庭 然後是比較富力堂皇的 然後這些都是來求他辦事 然後之後送幾期的 這是他他所私奉的神 然後當天我們剛好遇到了一個來找他探視的一個姓仲 然後這位姓仲當時候在已經等了他一個上午了 他基本上每一周除了一天之外都會在家裡邊座談 為姓仲探視治病 然後這是他的一個小本子 就是記載了比如說某一個姓仲 這個姓仲來探視 然後他就會記載了他是哪裡哪裡人 然後有什麼事情 然後什麼時候生的 然後這是他 他姓仲先要會下來 然後先向他說了一下情況 然後他之後他就要點三根香 然後去算這件事情究竟是什麼樣的 然後之後大體的解決方式 就是要去燒衣紙捐錢 然後在他的一個旁邊的一間石裡邊 他就有一些有很多的一些器物 是給看事和解決 解決用的 比如說這個就是替身 比如說有什麼事情 他會用到替身的 就建議這位姓仲去買 然後這一袋也是需要買的 然後就是說 我今天所分享的民間道士跟老公師父 我們大體的情況就是這樣子 當然後續的調查我還在繼續進行 然後我在這裡想大概說一下 我們所見到的這一類的表農師父 以往呢 以往對於北方相同的研究 大體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就是四大門與四大門相關的 四大門是什麼呢 就是胡黃白柳也叫長 胡門就是狐狸 黃門就是防鼠狼 白門就是刺猬 柳或長就是蛇 這些系統相關的民間儀式專家 然後在這一類 在這一類研究裡邊 李衛祖是做了比較詳細的描述 然後在他的記錄裡邊 這一類的鄉頭與四大門的信仰密切相關 就北北京周邊地區而言 四大門信仰又與北京東邊的 鴨吉山的娘娘信仰關係密切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今天早上加了一頁 但是沒有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可以以鴨吉山為例 傳說鴨吉山的陛下娘娘 她是掌管著北京地區四大門 四大門先家的壽女認可寵介 乃至鄉頭身份的壽女 都要得到鴨吉山娘娘的認可 然後在第二類的關於鄉頭的研究 類別裡邊 這種鄉頭的概念一般的匯頭匯手交叉 常常是跟那個作為靜香朝香的一個組織者 然後就實際考察而言 其中的一類組織靜香的鄉頭 它本身就是四大門的信仰者 而另一類又與四大門信仰無關的 其他靜香組織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我們的一個思考 就是說對於北方這一類具有鄉頭性質的儀式專家 我們是有必要去理清它的精確定義 因為在我們所看到的經理廣中 周邊這個地區的表工師傅而言 它是融合了多種儀式傳統 跟宗教內容的混合產物 它既區別於一般意義的鄉頭 但是它內部又存在著類型的差異性 所以因為我們在剛才我的介紹裡邊 表工師傅它分為文與武兩類 然後文的表工師傅因為它沒有附身性質 然後但是在與四大門相關的鄉頭 這一類儀式專家而言 鄉頭都是有附身的 都是借位說話的 但是在我們的表工師傅裡邊 它是沒有這一類現象出現 它基本上它的儀式邏輯就是通過功德的轉換去實現 但是在武的這一類表工師傅而言 我們看到它是有附身的性質的 它也是可以傳功的 所以他們與四大門信仰的相同是有類似相關的 所以在華北這個地區 我們認為這一類民間的儀式專家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比較做一些明確的區分 那我們之後的調查會繼續深度的去看那些儀式專家 那我今天的分享主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大家 精采的那個報告 其實內容非常精采 有些是我們之前 我們去新竹 之前都聽講打教的那個 彈場的內容 現在是跟儀式專家 而且比較專注在道士跟表工師傅那樣 好 我們先開放 時間有限 我們先開放討論 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要跟藍老師一起討論 謝謝 想請問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去太太國 就是說這些儀式它跟一些社會功能 就是說一些傳統生活的一些功能 一些關聯性 那比如說像神靈會的話 你剛剛說它是一個 是不是像是一個以國家為傳承的一個系統 那它是不是就是說 在以前的社會上是有一些 婆 就是媳婦啊 或是婆婆他們就是 互相扶持的一種 我不知道就是 一種互相支持的一個團體這樣子 對啊 那或者說像是剛剛的那個 打扇 我覺得看起來就 還蠻像 就是在跳舞的那種感覺 那是不是它也是會從 就是有一種娛樂 或是說 運動的功能 因為那些他們在旁邊圍的人 他們也不會通省 他們只是在陪 陪襯而已 那所以他們是不是同時也是有一種 就是運動或是娛樂這樣子 那像是他剛剛在做那個 對功能通常 反正就蠻像是戲劇的一種 戲劇的一種唱 唱的方式 的表達 那是不是也是有一種 嗯 這可能跟戲劇有點結合的一種 感覺這樣子 謝謝 嗯 就是剛才說到的 神明慧的社會功能 嗯 佛西之間互相扶持 我現在還沒看到 就是婆婆 就是說 媳婦之間 因為他就是 幹嘛就是婆婆嘛 就是媳婦 對對對 那就是 基本上是一個 就是有一個互相 不知道 互相支持 之類的 但是 但是在這裡邊 神明慧她 再會與不再會 再會就是 比如說婆婆還在 然後她還能去 然後就是婆婆去 一家只會出一戶 一戶人家 只會出一個代表 然後媳婦是不會去的 當然她有可能是在家裡邊 也會跟著婆婆面經 但是她就不會參與神明慧的活動 因為 在婆婆不能 就是不能走動 不能參與 這個神明慧的活動之後 然後媳婦才會傳她的位置 然後去參與這個 在就是神明慧的活動 所以是否互相扶持 我說不好 就是 我不能 不能下這個 這個解釋 因為我現在沒有看到這個 但是 因為 在村落社會裡邊 參與某種組織 是對個人的 是一種社會的界本 一種地位的界定 因為 其實有一些家戶裡邊 她不一定是參與神明慧的 要看這一家裡邊 是否有這樣的一個傳統 如果這一家有這樣的一個傳統的話 那 她只要有人可以傳承 她就必須得傳承下去 所以 比如說 像 我們所看到的 像 地藏王會 她 她在村裡邊的成員 就只有十個人 她是比較少的 那 但是 不是說 這個人 她是否願意參加哪一個會 就是參加哪一個會 也要看她的家族傳承 傳承到 她是哪個神明慧的成員 所以這個 在傳統社會裡邊 因為在村落社會裡邊 人們的 民眾的 民眾的 活動是比較少的 所以 參加這些 社團組織 對他們來說 比較重要 也可以代表了 他們的一種地位 然後 另外一個問題是 對功嗎 就是像打扇鼓 或是對功 她會不會有一種 類似像是 健身嗎 對啊 運動或是娛樂這樣的功能 現在其實 其實 我很坦白的說 我現在有 比較有一個疑問 就是打扇鼓 她 她的社會功能 在於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 還沒有弄清楚 她們為什麼要打扇鼓 然後打扇鼓 她們想要表現什麼 但是 但是在北方社會裡邊 這個 用馬邊 馬邊 還有鼓 這種方式 比如說出馬 請馬 她們是一種 連接神的一種 形式 然後通過 馬這個概念 然後是溝通神意 是善通神的一種 一種方式 所以打扇鼓 她基本上 應該是有一種 通神的意味在裡邊 但是問題是在於 打扇鼓的時候 表公師父不傳功 就是她不會說話 她傳功 她傳功是面對面的時候傳功 或者就是她在靜止的情況下 就不是在打扇鼓的情況下傳功 所以關於打扇鼓的這個功能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去研究 因為我們也需要問她們 就是需要 也要去問一下她們 為什麼要打扇鼓 但是對於 在她們的訪談而言 打扇鼓對她們來說 是一種很有趣的方式 她們覺得 她們覺得 誰打扇鼓打得好 是非常有意思的 時間呢 是嗎 一個 等到一個月裡面 特定時間要打扇鼓 還是都是隨機的 她們基本上 然後會在打嬌或者廟會期間 都去打扇鼓 就像剛剛那種場合 剛剛那種場合 是表演給我們看 對 因為剛好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沒有打嬌 因為我們是夏天去的 然後也沒有趕上廟會期間 然後但是呢 她們就是 最後的靜師傅 她就帶著她的一班弟子過來 然後她的意思就是給我們看 在打扇鼓 是不是平常要練習 要練習 她們要練習 就是打扇鼓是要學習的嘛 嗯 然後這位 這位韓靖師傅 就是剛才 這一群打扇鼓的 這些人的師傅 然後他們是要學習怎麼去搖 而且他們比如說 他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你是否心程 是否心意是一致的 然後搖的那個鼓的節奏是不一樣的 如果這一群表工師傅 他們的心意是不一致的 心程 然後大家都不是在同一個心思上面 搖的那個鼓就是亂七八糟 就是 因為那個鼓 它是有節奏的 然後怎麼樣去達到同一個節奏 對於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技巧 所以他們也必須要練習 所以這個為什麼我們之前沒有發現他們 是因為他們跟普通的花卉很像 嗯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他們這個也有一種傳功 還有一種通神附體的一種現象出現 所以我們必須又要把他們跟普通的花卉區別開 對 所以就是說他們為什麼打扇鼓 我們現在還沒有很明確的知道他們的原因在於哪裡 他們的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在哪裡 但是因為他們是在這裡面是有一種 因為他們所通的神裡邊跟風神演繹有很大的關聯 然後這種風神演繹 然後在他們的一種打扇鼓的動作裡邊 跟戰場是很有關係的 當然在他們的說法裡邊他們是對打 就是表現了兩個神之間在戰場的一種戰鬥的形式 這叫點因為他們打扇鼓有對信眾做什麼服務嗎 沒有 打扇鼓沒有 就是純粹的 對 就是很像花卉他們自於自樂於神的一種方式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大家討論一下 他確定為什麼沒有打扇鼓 但是這個我們下次去會再詳細看一下 他們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說法 我是覺得你剛才提那個要拜師跟學習表公這一塊 但是你剛才給他兩個例子 好像都是這些神奇 他沒有拜師嘛 對不對 韓劍就叫超學生嗎 那是後來 沒有 我說打扇鼓要學習 不是表公司不要學習 不一定 所以基本上很多是接神明來 對 表公師父其實他的習得方式 無論文與武 他有幾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 就像很多的一些 一些春落的那種 那種具有占卜性的一些 儀式專家 就是他們是通過得了大病 然後本來他們是胡言亂語的 或者得了一場風病 或者得了一場什麼大病 然後痊癒了之後 他們就突然就是有一種通神的能力 然後他們這樣子之後 他們就想不接工 可能也不行 因為如果他們不接工的話 他們就叫接工嘛 接工就是要統治傳話 然後不接工的話 他們神就不讓他們去保持正常的生活 所以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的話 也是學習 就是他們也會 比如說剛才那個孫巧鳳跟這位韓靖 他們也會收弟子 但是他們收弟子的方式會不一樣 比如說孫巧鳳他就不一定會收那個辦事裡 然後孫巧鳳他這個韓靖他就會收拜師禮 然後他們是教他們去怎麼唸經 但是在表公師父裡邊能否通神也不一樣 有些大多數的表公師父是不能通神的 他們只是只能送經 就是在教場裡邊 送經表公 然後為信眾看事看鄉 看鄉的時候也不一定要通神 因為他們只需要看鄉的形態 然後去做一些小型的法事 就是我們也不一定能把他們稱為法事 就是小型的一些儀式 比如說燒個金銀財寶 然後燒個紙娃娃 然後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表公師父這個詞在當地最早出現的文獻記載 還他們講得了 這個我還不清楚 對因為我們查過 就是一些地方文獻和縣設裡邊很容易出現 周遭一面 對 這個就是他們口圖的一種傳承 那清台那個區域 不一定不只在清台 因為比如說像韓晉 它就是在韓南地區 但是也是在附近村 就是周邊的地區 然後還有就是很有意思的一點就是 他們在這個地區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在華北地區 以及在東北地區 四大門 四大門的一個信仰的問題 但是在這個地區 他們對四大門的一種態度 是不一樣的 在北京周邊 很多鄉頭 他們頂鄉的對象 就是他們附身的對象 就是他們附身的對象 是四大門 他們是拜四大門為師的 然後在很多家坦裡邊 也會是供奉四大門 他們認為四大門是 雖然是個邪神 但是是能幫助他們的 是能保家的 但是在這個地區裡邊 其實它 它離北京 不算遠 還行 就是 在同一個省 但是 在這個地區來說 他們對四大門的態度 是認為四大門是作祟的 就是他們比如說 表哥師父去看一樣事情 比如說這個家裡的這個人 在戶人家有什麼事情 他生意不行 或者這個男人出軌了 有什麼家庭矛盾 他們認為 應該可能是胡仙作祟 需要把這個胡仙給請走 或者如果他不肯走的話 我們也要把他趕走 但是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在 在 就在這個曲州 往上走 靠近北京一點的地方 他們就是由疑似專家 現在仁陽 拜四大門為師 他們仁陽是 就是傳統的相同性質 這個 我們會在二月份的時候 也去 也去 進行 對 就是 在同一個省裡邊 他們對於這個信仰是不一致的 就是不一樣的一種態度 還是問一個道教的問題 就我看那個源流有點進展 他們幾個節點 他一開始第一個還是燕王馬 被發那個屯軍 對不對 的問題 然後後來明天起的這個碑 跟萬曆雖然你說有可能 不是真的 但是跟在很多地方地方道教 傳到當地的那個萬曆年間 現在十六世紀 末十七世紀初 這個節點是滿符合的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在其他的周遭 包含做一種南眉先派類似的科醫 或者他不叫這個詞 有沒有看到 譬如說廣中旁邊那個巨路很有名嗎 或是哪一點的行 邯鄲 對不對 有沒有這一類的東西 可能要再追一下 還有一個關鍵是龍門巨主派 他到底什麼時候進到這個地方 是四九年以後嗎 有沒有操本 還是什麼樣的證據 我們雖然所看到的龍門修主派 應該不只是四九年以後進入的 因為他們的派字譜 以及我們現在所訪談的道教 道士傳承裡邊 起碼在清末的時候 已經開始傳承這個龍門修主派 因為他們的師主的師爺 已經是傳承這周邊村落的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看到的說 起碼在清末的時候 龍門丘主已經在這附近存在 就是第一個用龍門丘主背墟的是在清末 對 就是我們現在從口述詞裡邊所看到的 我看到的 對 所以還是沒有本質 本質 本質但是問題是 就是前屬詩的時候有沒有他的背墟 真的有記載用到龍門丘主的那個背墟 對 施派 對 所以我回去再查一下 那隨時他們講就對了 譬如說他的什麼爺爺啊 真主婦啊 對 我順便追問一個就是龍門丘主跟他們的先派的問題 就是好像還有華山派對不對 在那個區域裡面 還是那裡 對 對 還有華山派 對 好主 然後你有提到他們的現在 在現在他們科里是不同的 對 就是互相是科里都一樣的 是的 這個不太合邏輯就是有沒有可能是 他們當時歷齊場的時候 大家在組合就是在重新 重新記憶中的草本重新繪集的時候 導致了兩派的儀式的變成至清 原來應該是不同傳統儀式的傳統應該不行 有沒有這種可能是 這個我們沒有 在780年代第七場的時候 導致了儀式的統一人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區域都看到那種現象 對 就是本來不同傳統不同談 然後後來文革以後 因為大家開始集合 重新整合那個科里 後來就科里去理智 這個有可能 但是 因為還有畫三派 畫三派現在我們很難找不到他們 就是我們現在所接觸到的道士 現在沒有見到畫三派 主要就是兩派 對 主要是這兩派 然後 我們 因為 因為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很多科里本 比如說 跟朗梅仙派比較有關的這些道士 因為我們跟他們接觸比較多 然後他們所操的科里本 他們告訴我們 基本上大部分是從河谷廟抄回來 就是說 然後我們在河谷廟裡面 也能找到一些比較舊的科里本 就是民國期間的一些科里本 然後上面寢神上面是有著名 他們 有著名他們 他們的一種請神方式 就是 按照朗梅仙派的請神方式 就是 而不是 他們在 就是在沖谷制裁的時候 他們就會沖谷 武當山 朗梅派 北極真武 玄天 上帝精雀化身 盪摩天尊 赤風三界 伏摩大帝 真武門下 二十九代 比如說 二十九代後學弟子誰誰 他們是會這樣子稱呼 然後 然後 他們 他們所說的就是 因為 因為當然是在文革期間 有很多科里本已經被毀了 然後 但是我們現在 後來 上一次去 我們又 又找到一位老道士 他也是朗梅派的 然後 他的師爺就是在 河谷廟 一個 灘廟的道士 然後 他所存的 科里本 是可以去到清末的 那 但是我們現在 還無法斷定 他們與邱主之間的 一種關係 因為我們也看過 邱主他們 邱主派他們 道士的科里本 但是他們 邱主的科里本 很多也是 後來所操的 所以 我們現在 很難斷定 他們 他們是 怎麼樣的一種關係 但是在當時 歷齊場的時候 就是八十年代初 歷齊場的時候 然後 參與的道士 是 三個派別都有 他們是 按照他們的記憶 還有一些 可能 殘存的科里本 來進行科里本 就是科里本 的一種編排 但是我們在之前 後來所找到的 在和谷廟找到的一本叫做 和谷廟所找到的一本 修教私事須知裡邊 他記載了三天教的一個程序 然後 按照現在的科伊程序裡邊 他掃了幾樣東西 一個就是捲簾 一個是在開金借地裡邊 唸全會手名單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第一天 十二點 晚上十二點的時候 唸黃金 他們就是掃了這幾個 這本什麼年代 這本 這本年代應該是民國年間的 因為他沒有著名年代 對 所以 因為他們很多本字 都沒有著名年代 所以這一個是比較困難的 可是他就是老超本的 對 是 那清末那一本 是什麼本子 玉黃金 他就沒來 對 那你剛才說那個 就是我們不是講投電嗎 就道士作科里的那個 然後外壇這個詞是道士自己用的嗎 對 我順便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壇場是 道士射的 整個壇場的結構 還有那些東西是道士射 還是誰射的 就是打教的那個壇場 你說五層那個 道士射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 因為你剛提的一個問題點就是 表公師父佔據的最關鍵的位置 對不對 然後道士你是說他們都在外壇 對 那這個整個壇是誰去 誰佈置 誰佈置的 道士 對 是道士佈置的 道士佈置的 但是表公師父他佔據的是最核心的空間 對不對 按照他們的傳統 那個空間是應該要給表公師父 對 但是因為其實你看這裡面很多壇 這裡面很多店 每個店基本上都有表公師父 然後而且 其實不一定三清店 對於表公師父和民眾而言 就在他們的觀念裏面 最重要的不一定是三清店 他們最重要的 比如說是良良店 哇哇店 還有財神店 沒有財神店 財神店 因為這是最多人去的 所以在這些店裡面所在的表公師父 不一定是資歷最老的表公師父 在三清店的表公師父 不一定是資歷最老的表公師父 因為去哇哇店 財神店 娘娘店 還有月老店 這些去的信眾是最多的 就找他們表公的信眾是最多的 對 所以當時去有看法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就是佔據 就說他們好像那些店沒人用 他們都可以用 對不對 因為倒是一定要在佗坦座 他不可能進三清店座 那個空間沒法座 我發現就你講的 他們更重要的 其實會跑去那個無神老母店 他們覺得那個更重要 你這一行沒有 我去的那一次 所以信眾來講可能沒見 信眾好像是跟著表公師父 他想找誰去找表公師父 對不對 不是嗎 不一定 他有時候是跟他所求的事情有關 去找那個商 功能 功能 對 比如說他要求子 他要求娃娃店 然後他要求姻緣 他要去月老店 然後他要求子的話 他要去財神店 然後如果沒什麼事情 如果有一些教會 或者是一些神明會的 他有可能去神清店或者菩薩店 這個是跟功能他們所求的事情有關 對 對 這跟我們台灣的教壇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他這個我看起來就有點像臨時設的一座廟 你知道嗎 就有這種功能 臨時設出來的一座廟 然後信眾進去他可以 就是好像進了一個廟裡面 他可以提供他說歌 而且有一次專家在做 他倒是他 基本上他佈置了這一個彈場 但是他其實他只用了一塊區域而已 有點像一種感覺 對 他比較常用的就是外面這一塊區域 然後但是他也會經常去一些店裡面 不過這個你的看法是因為說 他們其實到裡面他做不了 太小 沒有 這就是一個 第二個是因為他沒有彈鏡 根本就沒有鏡 對 沒有彈鏡 因為他們可能你說進去裡面 他們全部都是上香 能限購 對 沒有用到裡面的可以 譬如說簡單講不用入戶 不用入戶就不用進去 就不用進去到裡面 所以很不一樣 在這一塊也是很不一樣的 不過當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在某一個會議上面 回來張昌然老師給我提了一個意見 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 就是說他看那個彈場結構 他覺得跟那個道觀的結構很像 對啊 對啊 所以說一座道觀或一座廟的結構很接近 而且是比較混合民間跟道觀的一種結構 對 這個其實也跟 所以其實我們在和谷廟裡面看見那個和谷廟 還有道士的傳承 他是否跟北方的公冠有關係 這只是一個想法 一個問號 因為在他的殘場佈置裡邊 他跟公冠 就北方的公冠也有很大的類似 所以他是否借鑒了公冠道士公冠道教的一種結構 還有草寺還有柯廟 所以這個還需要更多的一種田野 還有那個表公師部文武的裡面 文的念的經文跟一些教派是不是有關係 北方的教門比方說會道門那種教門的經驗 是不是有關係 因為我們看楊德瑞的研究就是 一樣是很有歧視 他們有很多的儀式專家或是什麼 其實他用的經文寶卷什麼這些 或者是他們那個傳承本身 其實都跟當時的北方教派有很深的關係 是 因為在李衛祖的關於士大門的研究裡面 這個司大門的信仰跟那個在理教 對 在理教還有禮門 禮門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但是在這個區域裡邊 在這個區域裡邊 神明會所用的經卷 跟表公師父所用的經卷 也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當然我們也可以把表公師父所用的經卷 把它歸為寶卷 因為寶卷也是很大的一個類別 然後但是他們雖然他們比如說 有可能開口是一樣的 但是內容是都一樣的 然後在神明會 在神明會他們 因為他們是不會做法師的 所以他們只會念經 然後但是表公師父 他們就會做法師的 所以這個在功能上面 也是有所驅離 有找到老祖虎嗎 沒有 還是沒有 老祖虎就是剛才 我跟你們看了很多十三年的 然後我下次再去問他 有沒有他們那個清末的那個 對 但是我現在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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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李氏的那個 他是燕王曉北 他是從 跟隨燕王在 清明明初的時候過去的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 我現在還沒有找到 證據表 是狼梅派 跟這個關係 而且差太遠了 對 總之有問題 我只是覺得 跟我看到那邊有一些東西 有相似性 一樣有用扇鼓 而且裡面的角色或聲明 是跟風聲堂有關的 也有附體的現象 可是其實表現出來的形式 是滿不一樣的 而且那邊是純藍劑 女性是不能去跳的 這是完全相當的 閃動的 這個跟在河北 北京看到的 一些善果的長項 可是現在 在菲律的包裝下面 都太滑翹了 都已經 我想應該都不是原來的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你在鄉村看到的 反而你可能知道 但是這個 有多少是原來的 也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我想到的是 他這裡面的有一些人 他 被神找來 是 甚至 甚至 不是基統 而是比較像 03派的 他是無視自通 他不需要老基統的代理 他自己就很可通神 那那樣子的話 其實就完全沒有傳真可言 他自己就是在創造新的傳統 在發明性的傳統 對 我不想跟 這樣 人們對 一些人 再了解一下 台灣的比賽 然後你可以提供 看看 你能覺得 一些 因為其實我當中去看的時候 我有最初的感覺就是 他跟基統 有類似的地方 所以 其實我們也可以 也不能 因為我們 有時候以前 經常會說 北方就是沒有這一類性質的東西 但其實 你去深入去田野裡邊 能其實還是能找到很多類似的 他們當然有相近之處 有區別的地方 所以就是說 我們對於一些 這一類仪式專家的性質的界定的時候 不能總是以比如說香頭 這一類完全把它覆蓋掉 因為他們下分的類型很多 然後在當地的宿語裡邊 有不同的表述 然後所以就是我們需要更加精確的去看 跟其他不同的地方 其實比較可能 就像 梁德瑞在北方的研究 就有很多 他不同的地方 都有找到不一樣的 像那種附身的傳統 而且他附身傳統 可以跟原來當地傳統 可以接得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 就是光以北方來做比較 就可以 就可以找出很多 同應的地方 是 呂燕 我們就要 發表 你剛問一個問題是 你這邊追的是 表公書這邊 你是在找 那道士那邊 你們就跟你再追一下 他從哪裡來啊 他們有西城啊 或者是其他那些 對呀 對呀 現在正在 但是很困難啊 因為我們現在 剛才所介紹的 現在只能看到 任天啟的 的杯 的杯 然後 因為他們 祖苦 因為他們也沒有 彈 就是沒有道彈 所以他們就是 沒有個彈的 都不像南方彈 一個一個明確的 一個 對 一個傳承的 一個表現 然後 所以 在 是否能追到 他的 道脈傳承上面 我覺得 困難很大 因為我現在 只能看到 這樣子 因為他們的傳承 不是富裕子 跟家庭 跟家族 沒有太大 必然的聯繫 當然我現在 有找到 一個 河谷廟村 就是 河谷廟村的 一個道士家族 然後我現在 能追到 他的 太爺 太爺爺那一輩 就是 民國初年的 那一輩 然後 我們也能 對應上 南梅派 在他 碑文上面 的人物 但是 在 之上 他們就已經 無法去追了 方誌 都沒有 方誌 都沒有 就是 河谷廟的 相關 對 我們這個還需要 繼續再找 但是怎麼樣 就是這一派 還有 他們的刻意傳承 是怎麼過去的 我們現在 還不清楚 方誌一般 都會經得不洗 大概就點一下 我覺得你要從隔壁人的縣份 有做類似的 像巨錄 甚至喊單 去找 因為我們知道 那邊都有做很像的 像是小寶畫面都有講 對 對 他們附近的都做差不多 是 去看 還是要找到老普 跟老超本 不然都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現在想要問 就是說 到底當時這些 比較相對 這種正統 到底叫 這相對 就這一領寶 輕微這一塊 精緻之解 它本來是什麼東西 在那邊 你是專家 是表公師傅嗎 那些是什麼法的傳統 我估計可能表公師傅 存在的年份 肯求遠 肯求遠 看起來一個人這樣 它道士的前身有沒有一個 比較像南方那一種 綠山法 這種法的傳統 因為跟表公師傅 還是完全不一樣 你自己的表公師傅 我就說你們到時候 明年那篇文道 你們把這個形式再講清楚一點 一種就很像我們寫修行路那個 都是全部都是直接通靈 對 都直接傳的 但是它又結合另外一個機統的傳統 機統傳統是需要失傳的 它抓基本上是要訓機了 所以你們後來在拜師做的這一塊 就比較像南方那一種傳統 這是兩個東西 但是它那邊同時都有了 但是原來就有嗎 還是怎麼樣 你們再去抓緊一點看看 所以上次就是 11月2號那個Seminar的時候 對 就是各位老師不在討論道與法的問題嗎 然後就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當然因為我對法這個東西不了解 不熟悉 然後但是後來跟張超然老師聊的時候 就是覺得 就是他問我 表公師傅是否是法師 這一類性質的 然後我就跟他 就是因為他 他對法師的定義有了幾個結構 然後但是我覺得 表公師傅來說 還是不能把它定義為法師 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因為他的功能 他裡面很多功能 可是他有治病驅邪 對 這樣的職能 可是他比這個還要更大 更寬廣 因為他還要轉換功德 什麼等等這些 是 所以 他的 雖然法師也會轉換功德 但是他一定會有一個什麼法 對 一定有XX法 有一個什麼法 不管是於切法 不管法 我倒覺得北方 我覺得真的應該要跟會 就是那種教門 來放在一起思考 就是不是道根法的問題 民間教派 對 民間教派 就是他們提供的儀式服務 是 這個就會比較複雜 所以道根法 就是不能 COVER所有東西 因為在華北的文修裡 民間教派 就是真正的 比較大的 對 那邊 好 老師 我覺得有幾個 比較好奇 第一個就是那個 邱主派 他那個派師 跟現在龍門那個派師不一樣 然後就到市頂 隆維碼 他就切了 然後就接到了最後 中間那個都沒有 然後他前面有幾個 特別的字也不一樣 對 然後那個 如果 就是他們做儀式的時候 如果要是聚職的話 他們是 聚大真人門下 還是說 就是我看您文章裡有寫 他們有說是 奏壽太上三五都公經路 張天師門下 就其中有一段 就您文章裡有一段 他們是聚職是聚職是這個 所以他們不同的派聚職 會問您剛才說 王梅太那個 他會說他是真無祖師 能下 王梅太 還是說他是邱大真人門下 還是說他是 張大真人 張先生門下 是這樣子的 挺有意思的 因為 因為 因為在他 比如說三天教 和五天教裡面 他 每一天都有 請天師 送天師 請天師 送天師 三請三送 然後 在 沒有請天師之前的儀式 然後他在自報家門的時候 他就會報自己的那個派系 比如說 狼梅仙派 他就報那個 狼梅仙派 比如說 門下的那個 然後如果是 邱主門下 他就會報 邱大真人門下 但是 如果 已經請了天師 天師的牌位 在牌場上 他就要 就是 要報那個 三五都公 什麼什麼 張大子 這個門下 然後 就是 這樣的一個轉換 對 那老師 您有聽說過 他們去 組上有壽錄嗎 就比如說 什麼 去壽錄啊 或者說 有法官來給他們壽錄 有這種壽錄的傳說 就是沒有 他們連這個詞都沒聽過 而且那個概念 就是沒有這個詞 他們就沒有這個概念 那這個 三五都公經錄 他們是從哪裡 朝會 我覺得原來肯定有了 是後來也不知道 對 有可能 因為他只要進了教場 他就變成天師門下 他不能有第二個說法 對 那他去接的時候 可能他原來進學是什麼傳統 他去接的時候 他就報他自己 他一進到三天教的架構裡面 他就沒有其他人 就是天師門下 所以進去就同一派 做法就同一種 對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只能從科醫裡面去看到這樣的一個東西 對 但是我沒有找到其他的證據去看 對 所以因為在北方 基睿老師也知道 就在華北做研究比較麻煩的 就是他的材料比較缺 他很缺文献材料 藝術鋪的話都是這樣 對 就是家堂 對 你能看到民國的那個家堂都已經不錯了 我是覺得你應該能 上次已經講過 比如說李家 他從南京附近來移過去了 我們得去哪裡找 那哪個沒有 當時秀武當地找也 沒什麼東西了 日如當山下 其他的也可能還沒找 對 只能去找他原來的八原地 反正當地解決不了了 就找八原地 只能這樣子 要是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他不是自己在村廟裡蓋了一個廟嗎 然後他獲得了那個 就是合法常所 宗教合法常所證 那他有去 傳渡或者是歸一 有道士證嗎 他有道士證 那他是什麼派的 他是秋祖派的 哦 他什麼背 沒有 我不忘記了不好意思 他是先去辦了這個證 然後才最後批的那個 宗教場所 沒有沒有沒有 寶貝現在 現在在廣中的這些道士裡邊 他有去 有一些道士 有辦這個道士證 因為有道協在裡邊 比如說廣東縣道協 他們為什麼要辦這個道士證呢 是因為 以前他們是不合法的 以前在鄉村來說 尤其在七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 他們在做這些儀式的時候 還是沒有合法的地位 然後但是慢慢的 然後他就開始 一個文化傳統的復興 然後非儀概念的進入 然後開始是那個縣政府 什麼市政府的一種支持跟打造 然後所以他們就是要打 就是因為這個地區 他的道教音樂已經拿到了國家級的非儀 然後所以在這個合法性上面 他們還是有足夠的合法性的 但是問題是在於他們是道教音樂是非儀項目 而不是道教科音樂 所以你想要做一個怎麼樣讓自己更合法 那就是要需要有道士證 因為他們有一些道士證 就告訴我們 就是他們想要出去做儀式 比如說他們要去到石家莊 或者幹嘛 就是比如說 塘水一些地區做儀式 他們沒有道士證 是不能出去的 而且別人也不會請他 會帶他出去 所以他們現在有一些道士就是想幫設法 想去申請一個道士證 但是跟壽路跟壽介沒有直接聯繫 就是該廟那個女的她不是那個 孫巧鳳 對她不是道士嗎 然後她就是表公師父嘛 但是她也是因為拿了這個道士證 才批這個廟證 還是說她這個證下來之後 她後來又去補了這個道士證 她應該是九十年代的時候 她應該是二零零幾年的時候就拿了道士證 她自己也稱為道士 她也有去學念經 她也有一套道士袍 但是她平常所做的活動裡邊 比較多的是表公師父 因為道士這個職業角色而言 在當地基本上都是男性為君 就是不會有人去找女性去做這個法士 因為在當地這個火居道士 她基本上就是一種專業 一種兼職的職業身份 然後不大存在修身養性全真內端的那套說法 所以在他們看來 道士就是從小開始學的一種記憶 然後那種記憶在她十多歲二十多歲的時候 就可以跟隨師父出去去參與做法士賺錢了 沒有 因為我在村裡看到那個就是 它是一個村廟 當地的一個 它是老人會館 本來因為她那個廟主 不是道士 就沒有辦法 就沒有道士證 不是她不是關太道士 不是道士沒有關係 沒有道士證 然後她在那個廟就沒有辦法正式登記 後來為了要正式登記 然後這個廟主就去隆母山傳渡了一下 然後還跟我抱怨她是三自卑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是她有了這個之後 然後這個證證就給她了 然後她就是合法的宗教場所 對 因為這個跟道協還有宗教局的規定 它是有相關的 比如說我們有另外一個廟 另外村的她也建了一個廟 然後就是前2013年的時候 進行開光教 但是這個廟 這個礦吧 它的宗教場所的證 一直下回來 然後這位雖然她每天都是道士打扮 但是問題是她的道士證明 也辦不下來 沒有證不行 對 所以他們就是一個比較矛盾的一個循環 我為一個我遇過的情況 我當時沒有發現 我是後來回來看到你們的發現 所以我沒有繼續問 就是在一個廟會的場所 就是一樣就是有這個道士打扮的人 她做的事情很像你說的董事 就是在神像請念 幫人家捏一捏做一做這樣 那她給我看她的道士證 可是我後來發現她的道士證是佛教行為法的 我不曉得是大野是怎麼回事 當地有道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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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是居士證 所以我就不曉得是大野是怎麼回事 當地有寫道士證上的字嗎 我還想講 怎樣 不太可能 我們去打扮 好 我們的時間性有點超過了 超過蠻多的 非常謝謝羅丹為我們作歌報告 謝謝大家